而另外一场战争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两年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军事指挥体系 这次做出最重大的大调整 宣布内阁改组 国防部长被换下了 他去接国安会 而防长一直是由经济学家贝洛索夫接任 跌破各界眼镜 参谋总长和万年外长拉夫罗夫续任 在这个时候 俄军持续在乌美推进 从上个星期五 已经又拿下九个村庄 在兵力和武器数量上 都比不过俄罗斯的乌克兰军 让很多乌克兰人担心 战争已经转为明显的劣势 7号宣誓就职第五任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周日立刻进行内阁改组 撤换国防部长邵伊古 改由文官出身经济学家的贝洛索夫接任 跌破外界眼镜 克林武林宫表示 未来要更善用国防预算 活用创新 好在乌克兰赢得胜利 也为经济战做好准备 乌克兰战争第27个月 邵伊古一直被视为是普京决定挥军乌克兰的关键人物 现年68岁的他 2012年接掌国防部 但他其实出身救灾体系 没有服过兵役 过去不断遭已故佣兵组织 瓦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格金批评 接下来他将接任俄罗斯国安会议秘书长 同时负责军工业复合体 这是开战以来 普京在军事指挥体系上最重大调整 让邵伊古看似升官保住面子 也可以确保政策延续性 而实际指挥作战的参谋总长 格拉西莫夫则继续留任 客工发言人表示 这次改组主要是因为现在的俄罗斯 正接近1980年代中期苏联的情况 换句话说 普京看中新国防部长贝洛索夫的 是他的经济决策能力 而非战场之势 普京要他确保国防支出 与国家整体经济更加整合 显然在西方制裁不成功下 要多加运用俄罗斯经济来应对战争 曾任经济部长的贝洛索夫 与普京关系密切 也与高层技术官僚合作 负责监督俄罗斯无人机计划 上周五俄军进入乌克兰东北的哈尔科夫地区 为集中乌南和乌东的战争 开辟东北战线 哈尔科夫市是乌克兰第二大城市 距俄罗斯边境仅30公里 两军在边境城镇 沃尔尘斯克近郊爆发及烈战 小镇距俄罗斯边境仅4公里 根据哈尔科夫州州长 随着俄军猛烈袭击 过去一天当地已撤离超过5000平民 乌军高层坦诚 哈尔科夫地区情势明显恶化 乌军声称在扩大跨境突袭后 再拿下四个村庄 累计占领九个村庄 但乌军这波新攻势的确切目标仍不清楚 泽伦斯基直指是为了让乌军远离 乌军在乌南的其他关键目标 不过也可能是为了建立缓冲区 减少乌克兰对俄罗斯领土的攻击 周日乌克兰对俄罗斯边境的 贝尔哥罗德地区发动攻击 尽管飞弹被俄方击落 但碎片导致一栋公寓倒塌 造成至少15人死亡 20多人受伤 是当地目前为止最致命的攻击之一 体声音乐众好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